这少年心境鬼鬼祟祟 一辆警用机车换过一辆 还不时对着路上车子傻笑 做坏事装作若无其事 他趁着清晨人车少 把三秒交关进八辆警用机车钥匙孔 等到警方要骑机车巡逻了 发现钥匙插不进去 一吊监视器就带到这王姓少年 受损机车锁头维修费用 总共两万多 不知道这少年知不知道 他这样是毁损公务 很严重哦 就是处五年以下有机足弃 少年会这样做 完全只是想帮朋友出口气 就在他破坏钥匙孔几小时前 本月二号清晨五点左右 不然市区有一家酒吧 两桌的客人发生侦掌 那原理使用辣椒水强势压制跟关注 并以妨害秩序罪嫌来侦办 少年因为不爽朋友 被警方带回派出所 突发奇想 破坏机车钥匙孔来报复 突发中心 报复的代价很高 报道 报道 breeds带回派 data bought 这个好优势 问 轭 突发 就是 找